作词 李宗盛 都有提到就是华人的包袱 那你也有时候会感慨说 就是没想到以你的成长背景 无论英文葡萄牙文 都比这个中文熟悉得多 但没想到是用中文 然后对华人打开这个全部生命的观念 那你也接触很多西方的 就是对灵性有兴趣的朋友 那也接触很多东方的修行人 我想有些朋友会想知道多一点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你会谈到这个华人的包袱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修行这件事来说 民族性真的有差异吗 那有什么是可以提醒 我们现在的朋友们呢 是没有错 我常常跟你啊 跟大家分享 提到说最没有资格 最没有条件 可以做我现在在跟大家做的分享 种种的分享 这少多年嘛 其实就是我 我啊 其实一点资格都没有 一点条件都没有 你光听我用中文 对不对 你也很清楚嘛 平常我跟大家分享是很轻松啊 现在还是很轻松 但是唯一的需要准备 有时候想起来一些中文的一些 一些用字啊 一些名称 我讲不出来 所以可以说唯一的需要准备 也就是中文 最基本的一些语言的工具 其实我缺少啊 在国外长大呢 到几岁就到巴西 然后接下来读葡萄牙画 西班牙画 拉丁嘛 拉丁的系列 然后到美国啊 十几岁到美国啊 都是这样子啊 一路可以说在西方长大的 跟我接触的朋友都知道啊 华人的朋友 就确实认为我不是华人 西方的朋友 也就很容易接说 把我当作就是西方的 西方的人 有时候这个讲话的习惯 行为啊 其实彻彻底底的 就是个西方人嘛 一个人在哪里长大 哪里受过教育 当然他就是跟这个地方 不会分手 完全分不开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最没有资格啊 来做这里说 再跟大家的分享 还不用提 什么叫做修行 你也听我讲过 对不对 什么是个修行者 什么是修行 其实我这些我不懂啊 我听大家啊 在不管是透过任何场面 在谈灵性啊 在谈修行 好像在哪一个不同的轨道 有一个东西叫修行 跟生活是分开的 好像我们可以投入修行 可以进入修行 可以取得修行 可以取得灵性啊 投入灵性 其实我一方面不懂 另外一方面不认同啊 没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修行 所以你说 我这样要跟大家分享修行 关于修行 我做不到 我首先不认同 接下来认为没有资格 对不对 做不到 所以我首先要再一次 虽然提醒过好多次 我还是要再一次 这样子不会让大家失望也好 耽误时间 或是有什么期待 你要记得啊 我常常讲对不对 habits exist to be broken habits exist to be broken 惯性哦 我们也当来也可以讲 习惯 习惯 惯性 存在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要 打破的 是让我们突破的 习惯存在 习惯存在 最多只是为了我们可以把它打破的 是为了要打破的 你看这些话你可不可以接受 habits exist to be broken 那这些习惯是包括一切哦 包括我们怎么想法 怎么去表达 任何行动 我们怎么去接触跟别人 怎么在社会上互动 我们点点滴滴每个行为 其实就是习惯了 离不开习惯 离不开我们种种的惯性 这本身就成为我们的包袱 所以包袱还不是光是民主 民主当然是很明显 让我们是站到一个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华人的区域 华人的这个种类 这样子站到一个整体在看 这种包袱是比较清楚的 比如说我们看西方人 看美国人 欧洲人 南美啊 等东南亚人 甚至在一个地方 你是北方人 南方人等 都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你本身是站到一个群 站到一个整体 再看另外一个体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群 那当然 这种包袱是非常 就是比较明显会突出 但是严格讲任何习惯 都一样的 走到最后 我们可能被一些种种的 一些惯性 一些框架 把我们盖住了 那 让我们有时候看不到外面 看不到旁边 所以任何惯性 存在最多也只是提醒我们 早晚要把他打破 要突破 这即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包袱 那当然 点到这个民族的包袱 是有啊 你说怎么可能没有 连一个人 他完全醒过来了 是印度人 比如说 他可能有很多习惯 身心的习惯 你还有这个肉体吗 当然还有这个身心 你记得前面讲 还有一个硬做的脑 Working mind 这个脑随时要硬做 身体要硬做 所以也就会产生 或是符合一些当地的习惯 印度啊 印度有印度的习惯 他怎么用餐 怎么到洗手间 怎么跟别人互动 手啊 别人的脚话怎么动 脸孔啊 有什么表情 一定是这样子 那华人有华人的这种习气也好 或是一些民族性 这是蛮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过去 见过一些修行者 非常成熟的 也可以说 说不定是醒过来的 对不对 都可能 从别人的眼光 我甚至也提过 什么叫醒过来 不醒过来 本来我们就是 我们的本性 本来就是醒过来的 但是我们 有了这个肉体把盖住 所以连这些话都不正确 你也听过讲过 但是不管怎样 这些修行者 非常成熟 因为是华人 或是从某某地方出来的 所以他讲话的声音啊 讲话的口音啊 讲话的习惯 表达的习惯 动作的习惯 衣服 穿衣服的习惯 等等 全部离不开 前面讲华人嘛 就离不开华人的这个包袱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有没有什么矛盾 根本也没有啊 没有什么矛盾啊 你有这个身心 这个身心 你还有有一个硬做的层面 你当然离不开你过去 种种的条件 组合这个身心的条件 这时候 你也不需要把它完全 脱离啊 脱落啊 舍离啊 这些 你就是舍离 你要捡回来一些 其他的习惯啊 你要为的硬做 就是变成一个西方人 你是华人 变成一个西方人 全部习惯 改成一个西方人 你还是 被西方某一个民族 某一个文化 包袱不是一样吗 所以你干脆 这些不是重点 就把它这种注意 把它摆到旁边 所以你看啊 你可以进步 稳 说那 既然它不重要 每一个民族 有民族的包袱 华人有华人的 西方西方 那为什么要去谈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把它点出来 特别点出来呢 那它这个本身有什么 有什么作用呢 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 这个回答也是非常简单 站到一个不同的民族 比如西方人 看到华人 或是点倒华人 看到西方人 其实是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制约 自己的限制 但是比较容易看到社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框架 爆门 可能洗脑啊 或是一种习惯 一直在累积 但是我们个人 但是我们个人 体会不到 过去没有注意到 那我们不知不觉 变成我们一个 一个种种的制约 conditioning 我们就变成conditioned body 一个被制约的体 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别人看到我们 是很明显的 比如说我们是华人 西方人一看我们 就发现 我们常讲是有个stereotype 就是一种一般的习惯 好像一种定型的 就是敲定我们 我们华人的民族 别人看着很清楚啊 我们怎么吃饭啊 比如说用筷子啊 吃饭的这个速度啊 吃饭的时候会出声音啊 讲话 讲话的习惯 一些念头 一些价值的观念 别人看着特别清楚啊 所以对我个人 因为是站到一个西方的背景 在西方 在国外长大 长大后才接触华人 那对我是非常非常明显 就发现我们有很多想法 是个整体 是反映我们整体的一个文化 所以就让我从里面 可以看出来 有些方法 对我们这个民族 华人的民族 特别有效 有力道 而还不能就是把它 常讲generalize 不能把它 把同一个结论 同一些方法 交给每一个人 这还不一定 这种民族性 还跟各地有关系 比如说你在这个亚洲 哪一个角落 是长大的 周边社会 有接触哪些 一些理念呢 甚至一些家庭的一些 一些传统的一些影响 学校的影响 社会的影响 这都有关系 但是从我个人看法 是华人的 有很多很多 一些特色 一些属性 跟西方人不一样 所以我这次出来 跟大家分享 一方面就是点出来 哪些特色 一些特点不一样 可能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是带出一些方法 多过这几十年 我发现对我们华人 是特别需要的 或是特别灵的 力道特别大的 最多一直是这样子 其实也不是 带着一种批评 你说西方有西方的文化 有种好多层面 你要用好多层面来观察 那你说真的是 西方的文化 比较好 比较高 比较 还是东方 这些辩论 对我个人 我认为 一方面不感兴趣 另外一方面 认为不重要 不相关 唯一的 有这个必要提出来 是希望来帮助你我 帮助大家 可以做一个回转 可以做一个注意 可以专注 可以当做一个题目 探讨的题目 注意的题目 注意的一个点 透过这个 这种注意 这种回想 反省 可以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 容易跳出来 从这个制约 解脱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华人 很有趣 就是说你看 这各地的都一样 我们华人从我们怎么去带小孩子 带年轻人教育吗 儿童的教育 你发现就我们喜欢 喜欢重复 喜欢守规矩 假如有机会就会需要 这些小孩子去背 朗诵 背 去补习 去复习 复习 去重复 比如说我们教数学练习 最好是重复100次 100次比10次更好 10次又比1次更好 我们很讲究这个 常常英文讲 wrote learning 就是重复就对了 重复啊 用一种比较机械的 然后这种 不能讲机器人 robotic 一种机械的方面的 做法 就是用手啊 或是用脑啊 一直在重复 重复一直做到 熟练 这样子一个人 就可以面对一些 不管是数学 文学各方面 或是生活的一些层面 会比较熟练 这是我们华人 大概我认为是受到 可能受到鲁家的 这影响 就是一种 好像讲究一个 在社会家庭一种地位 低 中 高的这种分别 我们一般这个小孩子 很 很 很无理管啊 一般还是这样子嘛 会听大人的一些话 特别讲究前辈的 这个地位嘛 我想这个是我们华人 传统 如家的这种教育 那进到学校也是一样的 会排 这个 学低 学姐啊 这样子 老师怎么去指挥我们命令 我们当然一定会听啊 甚至不听还会被罚 对不对 会处罚 所以这是 就一板一眼的 这是我们华人的啊 也可以讲说 是一个 在生活 帮我们准备 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优点啊 因为我们守规矩 我们华人不认输 可以说就是 重复多了 熟练了 自然会样样都 都表现得很好 不管在哪一个 透过哪一个领域 我们华人是非常用功 自己有个规律 对不对 你看西方人 尤其小孩子 年轻人 比较没有这种 习惯 这种discipline 可以讲一种规律 一种 一种恒心啊 一种决心 可以 让他就是 不断地重复一种练习 我们华人有 有这个本事 到各地都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华人 其实虽然是很低调 到哪一个角落都很低调 对不对 不一定需要再跟 哪一个社会 打在一片 打在一起 但是我们 低调 但是用功 用用功来弥补 做的比讲的更多 一般这是过去了 最少华人 这是文化 你就这样子 就收获特别好 或是特别明显 我们在各地都是这样子 可能跟西方这方面 最大的区隔 西方它是 还是比较讲究创造力 创意 creativity 他不讲究这个 不是全面是靠用功 努力 当然他也重视这方面 但是还是 比较这个 开放 在好多这个价值观里 比较自由 比较可以接受 个人的这种 创意 个人的突破 个人的想法 看法不同 可以多元化 西方可以接受多元化 我们东方比较不容易 东方是希望 大家是同一化 甚至你 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反而战的整体 它比较不容易接受 甚至个人会 把牌子掉 会受到批评 受到负面的注意 这是我认为 最不同的 你也可以讲是 什么叫优点 什么叫缺点 对不对 这是看什么角度在谈 但是回到 现在回到这个修行 修行的层面 就是说 对这个真实 一个人在追究生命 或是真实 站在真实的角度 来看 其实 两方面都 都可以找到 都可以把真实捡回来 因为它不靠 你跟你的属性 跟你的过去的一些制约 其实它不相关 你从哪个角度都可以 都可以回家 因为你本来 就没有离开过家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靠 有什么手段 有什么一个迁入点 什么技巧 这倒不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这两个民族 或是两个人类 东方西方 确实是不一样 所以我发现 对我们这个 东方人 可能需要强调 不是完全是靠动 我们有这种属性 我们平常就是很用功 是进不下来的 我们的文化是进不下来的 是讲究不断的在动 在不做什么 得到什么 取得什么 追查什么 追究什么 就是我们不断的 在用这种行动 来表达我们一切 一切的价值观念 也就是因为 有这种特色 所以你看为什么 这是出来 特别强调在 Beingness 在的观念 在Beingness 不是Being 跟做Doing 或Doingness 两个完全是 不同的轨道 那你看我 从这几年来 不断的出来 都在谈这些 不管是讲儿童教育 在这个灵性的层面 甚至我们在追查 自己的一切 行为反省 都在强调这一点 这个观念 在的观念 而倒不是动的观念 你看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先回想这几年来 还跟我却助 都在提醒这个 而且到今天 或是可以说 连现在 我在留这些话 还在强调这些 不是透过你动 不是透过你努力 不是透过你 可以学到什么 可以找到什么 一个好的老师 找到一个好的 一个轨道 一个体系 一个系统 不是透过这个 完全是你这样 切入错的这个地方 是 反过来 是你放松多少 你可以摆开多少 放下多少 你可以把哪些习惯放下 把哪些追求的这种理想 这种欲望 把它放下来 这才是重点 不是多用工写笔记 或是 每天要做多少小时 不是这样子 可能是 一天下来 你可以 用 多少 轻松 又轻松 又不费力的 方法 或是瞬间 来投入 回转到自己 回转到自己 什么都不需要动 什么都不需要做 那这样子 不是 很容易过吗 根本它 不能成为是 一件事 或是一种 进展 或是 一种工程 一个方案 一个项目 你根本没有必要 把它变成这样子 它也不能 不会允许你成为这样子 因为根本 它不能成为一件事 那你说用什么方法去表达 所以我们东方人 可能最适合 这时候最适合 是这样子 因为 不这么做 不带着这种态度 来看 真实的题目 真实的题目 其实就像过去 我这几十年看到 就是 我们用 种种的方法 好用功 有这种 有这种 静坐 这种 intensive retreat 用很集中的方法 不管是 几天 或是 几十天 或是完全 是用这个饮食啊 各方面啊 这种 舍离的方法 来面对生命 是很严谨 严格 甚至最好是 不要讲话 在一个 某一个角落 哪一个空间 那你完全可以把 守住自己的中心 跟周边 有个人 脱离 隔离 这样子 来看一个人 逼你这样子 可以回转到自己 这些观念 我认为是过去传统 这上千年 这样留下来 也帮助了不少人 但是我认为 在这个时点 在我们这个年代 其实有个远远的 比这更轻松 更不费力的 一种方法 也就是顺自然 完全顺自然 而自然 我们的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心 本来就想休息 本来就想树上 是放松 是完全是 进入一种均衡 一种最根本的 不费力的 一种状态 这个本来就是 我们的本性 那你 停留在这种状态 其实 根本不费力 你费力还离开了 严格讲 你也离开不了 对不对 你现在也知道 但这种解释 这种看法 这种欺负点 其实 你看啊 可能跟市面上 跟你是过去 所听到 是刚刚好点倒 可能是180度点倒 甚至可能 还有好多朋友 会质疑 你这样子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你不去 所规矩 盘腿啊 几点到几点 多少小时 然后 要种种的那些 打的一些这种功夫啊 练习的基础啊 你说怎么可能 这完全是胡扯 没有 可能到今天呢 还有人质疑 所以就是这样子 就是 跟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包袱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你看 是不是 是这样子 那当然 你是西方 西方与西方的一些 一些特色 甚至男女啊 有这种差别 你记得我也过去讲过 那一讲 当然一打开 就多了 就讲不完了 那这个 本身 跟这个群也有关系啊 你也不能讲 西方人 把全部都盖住了嘛 对不对 像我 比如说 我到欧洲 交到瑞士 跟德国 或是法国 或是北欧 不一样啊 民族不一样啊 美国跟南美啊 甚至说南部的人 美国的南部 跟北部 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很不一样 或是在一个圈子里面 我们坐下 就是人总是有互动啊 你马上就体会到 就是这个群的 这个属性 或他的这个 也可以讲 他的背景 他的聪明 度 成熟度 等等啊 种种的原因 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 我们也不能啊 用一个那么简单 一个大纲要把 全部人盖住 所以最多只能参考 那另外 你也晓得 就是跟年代不同啊 对不对 你常听到 我用一个德文的啊 一个字叫做 ZEITKEIST 或是MOOD OF THE TIMES 就是这个时代的 氛围啊 风气啊 气氛啊 对不对 会不同啊 连我们现在这样接触 可人已经 建立一个 我们自己啊 这个啊 没有 没有组织的组织 这个意识格 我们这里代表这个意识格 我们自己本身的ZEITKEIST 你有没有注意到 都可人哦 开始用一些语言 来点出来啊 来做一些提醒 可人都已经 他本身 跟他的意义 已经跟一般在谈话讲话不一样 对不对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你可能啊 每个礼拜六 你会被我们这样吸引过来 吸引想接触 你也不晓得为什么 那你说这个跟民族 真正有什么关系 其实 严格讲 也没有 但是从很多角度 也可以说有啊 因为有些话 现在跟你在做互动 其实是很适合 你现在 说应该要听的 你这时候 需要别人提醒的 可人 跟你自己本身过去的背景 是华人嘛 在哪一个角落长大呢 可人都有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 讲 其实就这样子 很有意思 很微妙的一件事 最重要啊 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希望你记得 habits exist to be broken 惯性存在 最多这是为 为人要打破的 这才是最重要 而且这句话 可以在点点滴滴 你在生活当中 可以把它活出来 可以活出这几句话的 用意 你还记得我说 一个人早上一起来 隐气还没有增开 马上可以把这个注意回传到自己 回传到自己的心中 臣服到自己的中心 心内 完全那时候就做一个臣服的功课 样样都好啊 就回传到自己的中心 而接下来 接下来 每一个瞬间 你就完全交给那个瞬间 投入到那个瞬间 臣服到那个瞬间 接收啊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肯定接收 欢迎 感恩 你看是不是这样子 你接收了 你发现你可以 样样都变得很新鲜 样样都不知不觉 你都在改 都在建立新的回路 把过去的习气不断的打破 再突破 从你 怎么去打扮 怎么在处理自己的卫生呢 要用饮食 走路 讲话 怎么去互动 一天下来 可以变得很新鲜 你完全可以投入 新鲜就会自然让你投入 也就好像这个瞬间 是唯一的你 可能有的选择 就假设 它是唯一的选择 就是这个瞬间 你没有其他别的选择 你就完全投入在它 跟着它 每一个瞬间 走了 就再投入在下一个瞬间 这个瞬间又走掉了 过去了 你再投入在下一个瞬间 下下一个瞬间 跟着瞬间在走 跟着瞬间在投入 那这样子每一个习惯 你发现 你不需要用过去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制约 说到制约 一些框架 所以过去一些习惯 一些关心 你可以完全把它摆到旁边 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 那这样子一天下来 非常非常有意思 一样样都新鲜 你说怎么可能不会有意思 对不对 对你样样都是 在活数第一次 样样你看到是第一次 闻到是第一次 听到是第一次 感受到是第一次 就这样子一天下来 你不断的 还不能说建立新的习惯 你下一个瞬间 可能已经改过来了 所以没有什么习惯可以建立的 这样子一个人就好自由 也随时就是跟这个瞬间分不开 你投入在这瞬间 那别人呢 你在跟你讲话 你完全在专注在听 你没有其他的杂念 那你说站着别人的角度 会不会想跟这种人接触 我相信应该会吧 绝对会 对不对 我们自己假碰到一个人 他完全专注在我们 专注在这瞬间 他一点没有什么表面 或是在听在讲 他含着其他的念头 我们其实也可以感受到 完全是集中在我们身上 你说这样子你会不会想结束 一定是 我们自己会想结束 别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这样子 一个人轻轻松松的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比这个更好 没有什么其他的技巧 你一个人随时投入 在这瞬间 他已经在活出他真正的自己 他随时是自在的 那这样子啊 一个人 也就不用管啊 前面讲的这个民族的包袱 或是还有其他什么的 有个人可以说是 称为是制约的 你轻松把样样的摆到旁边 好像一种重新开始 重生一样的 在这个瞬间你就可以醒过来 可以重生 重新再来一次 重新开始 其实这随时可以做到 你试试看 这样子啊 一个人你看 还有什么 不同的民族可谈的 还会被计较 我这里中文不标准 表达的 可能一些价值观 跟你不match 不符合 或是 下一个瞬间 另外一个人 在跟你互动 讲的不标准 达不到你的期待 你这些 这些差异 你还可能会有吗 对你还重要吗 还是发现 突然发现 样样都 新鲜起来 样样对你都是 第一次 的接触 今天天下来 不管在户外 室内 是不是样样都新鲜起来 你活出一个 完全是 你自己 又自由 又不费力 也没有什么民族可谈的 就是有些民族的 一些习惯 一些惯性 对你好像也无所谓吧 你也不去计较这些 远远都可以 轻松地放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